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衍生性金融商品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要介绍衍生性金融商品第十二讲次 本讲主题是利率与外汇选择权 今天的教学目标 我们要介绍利率选择权 外汇选择权的契约规格 以及在财务上的应用 接下来我们来看本讲次的课程重点 本讲次的重点包括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 利率选择权的契约规格 利率选择权可以同时在交易所的集中市场 或店头市场上来进行交易 这集中市场来讲就是交易所 它提供了标准化的利率选择权契约 比如像中长期的利率选择权 像店头市场来讲 就是一般在商业银行 它会提供顾客化的合约 比如像利率上限利率下限以及利率上下限 这一些顾客化的选择权契约 通常是根据买方来量身定做 所以它的市场流通性普遍不佳 接着我们来介绍第一个就是利率选择权 所谓的利率选择权的定义是 它是以固定收益证券的利率或到期值利率 YTM为标利资产的选择权 跟利率相关的选择权商品 依照标利资产来分 可以分为现货跟期货两种 其中的现货选择权 是以固定收益证券的利率为标利资产 比如像CBOE推出的短中长期利率选择权就是了 而期货选择权是以利率期货为标利资产 比如在CME Group之下的CBOT 推出的中长期公债期货选择权 由于我国尚未推出交易所标准化的利率选择权合约 所以以下我们还是以CBOE的利率选择权契约为例 来说明它的契约规格 那目前在CBOE交易的利率选择权合约 有包括了13周的国库券选择权 简称IRX 还有5年期的中期公债选择权 简称FVX 以及10年期中期公债选择权 简称TNX 还有30年的长期公债选择权 简称TYX等利率的选择权 那一个标准化的利率选择权契约规格 至少要包括交易标利资产 还有到期的月份 单位契约数量 履约价格区间 权利金的报价 还有最小的变动幅度 以及履约的方式 以下的表格就是CBOE推出标准化利率选择权的契约规格 首先我们看它的交易标利资产来讲 我们从课本摘入 我们选择了这三项 分别是5年期中期公债的选择权 它就以5年中期公债的殖利率YTM为标利资产 那10年中期公债的选择权 就是以10年中期公债的YTM到其殖利率为标利资产 还有30年的长期公债选择权 就是以30年的长期公债的YTM为它的这个标利资产 那只是在计算的时候 这个利率要再乘上10倍 接着我们看第二个 这个到期月份的部分 那到期月份呢 包括了三个最近的连续月份 就一般我们讲的禁月合约 还有3692有三个季月的合约 也就是每次有六个合约 供投资人选择 那它的单位契约数量 就是这个契约乘数呢 是100 就是代表每一点乘上100元 所以它的乘数就是100元 那履约价格区间呢 是每一种契约 它的履约价格 它是以殖利率的方式来表示 而不是用债券价格 那它的区间呢 都是二又二分之一点 那同学要记得哦 每一点是代表10个BP 是0.1% 假设30年长期公债选择权 它的一个履约价格是50 那么就代表是5% 所以它上下一个区间的履约价格 是47又二分之一 代表4.75% 以及52又二分之一 代表是52.5%这样 那像权利金的报价 每一种契约的权利金报价 也同样用点数来表示 每一点相当于100元 所以假设30年的长期公债选择权 的履约价格是50 就刚刚提到的5.0% 这样的买权契约报价 假如在行情表看到的是1.15 那记得投资人买进该买权的时候 就是1.15要乘上100倍 所以你要买进这个买权的时候 要支付115美元的权利金 那像最小变动幅度 权利金它的最小变动单位 是要看契约的权利金水准而定的 权利金假如在3点以下的话 最小变动单位是0.05 像刚才的1.15 那就是它之后的跳动 就是1.2或1.1这样子 所以每跳动一档 相当于变动了5块钱 那像其余的契约 它的一个变动幅度就是0.1 所以就相当于是变动美金10块钱这样子 履约方式的话 它是以这个现金给付的方式来进行 给付金额决定于结算价格 跟履约价格之间的一个差异这样子 至于它的执行方式呢 一概都是采欧式 就是到期才能进行执行与否这样子 最后交易日呢 是在每个到期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五来完成这样子 那介绍完这一个标准化的利率选择权 它的合约规格之后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带各位看 顾客化的利率选择权有哪些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顾客化的利率选择权合约 是利率上限 什么是利率上限呢 就是借款人可以用来固定最高的利率 让利率上升的风险锁定在一个最高利率之下 通常浮动利率的借款人 不希望利率上升 让它的借款成本增加 因此借款人就可以支付权利金 去买一个利率上限 就可以让利率的一个浮动利率的一个债务 它的利息成本 有一个上限的一个保障 这一个顾客化的选择权契约 基本上是由发行利率上限的银行 跟浮动利率借款人 这个双方所签订的一个协议这样子 所以利率上限的买方 是浮动利率的借款人 利率上限的卖方 是发行利率上限的一个银行 那利率上限契约会规定 当市场上的参考利率 通常是以library来定 假如高于事先约定的上限利率 cap rate的时候 卖方就必须要补偿差额给买方 所以也就是卖利率上限的银行 要补偿这个买方差额了 由刚刚的例子可以知道 购买利率上限的买方 它是可以避免利率上升的风险 同时也可以保留任何利率下降的一个获利机会 那反之呢 这个出售利率上限的卖方 像银行 它就可以获得权利金的收入 可是 它必须要承担利率的风险 以下我们来以一个利率上限的契约 来了解利率上限契约内容 会做哪些的规范 比如说 我们规范的期间是两年 市场的利率 以六年期六个月的library为基准 履约的利率呢 假如定在8% 表示市场上的利率 假如超过8%的话 就要由卖方来补贴差额 那在明目本金 我们规定的就是美金1000万 权利金呢 是明目本金的0.25% 倘若呢 我们这个交易日是99年6月15日 那交割日呢 就是在明年 或是同年度的 有6月15跟12月15号这样子 假设在12月15号这一天 市场上的library是6.5% 因为它低于履约的利率 cap rate 8% 所以买方不会履行利率上限契约 因为这时候它的借款成本 就可以用市场上的利率 所以买方支付的利息成本 除了市场上的6.5%以外 记得还要加上0.25% 成为6.75% 这0.25%就是权利金的一个成本 倘若12月15号这一天 市场上的library呢 变成9.5% 那已经高于了 这一个履约利率 cap rate 8% 买方会履行利率上限的契约 买方这时候支付的利息成本 就会按照利率上限8% 再加上利率上限的0.25%的成本 所以它就不用支付 那个很高的9.5% 可以把它的利率呢 永远所铸到最高 只有8.25%而已 这时候买方是可以要求 卖方要支付美金1000万 乘上这个9.5% 跟8%之间的差距 然后再乘上360分之182 等于75833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 其实这个9.5%里面 超过8%的部分 其实就是利率上限的 卖方要支付给放款银行的部分 那在这个交易里面 卖方的最高收益 就是全力金了 等于美金的1000万 去乘上0.25% 所以一年这个卖给这个借款人的银行 可以有获利25000 这个卖方呢 在利率上涨的时候 它的风险是无限的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 就是这个利率下限 它的一个定义 投资人可以用来固定最低的利率 那让利率下降的风险 锁定在一个最低利率之上 通常浮动利率的借款人 不希望利率下降 导致它的存款利息减少 因此存款人可以支付全力金 买一个利率下限 这时候让浮动利率债权的利息收益 就有一个下限的一个保障 这一个顾客化的选择权契约 是由发行利率下限的银行 跟浮动利率的存款人 双方去签订的一个协议这样子 所以由此可知 利率下限的买方 就是浮动利率的存款人 利率下限的卖方 就是发行利率下限的银行 通常利率下限的契约会规定 当市场上的参考利率 通常以Libre来定 要是低于事先约定的下限利率 称为Flow Rate的时候 卖方就必须补偿差额给买方 也就是这个卖出利率下限的银行 要补偿它的差额 由此可知 购买利率下限的买方 它可以避免利率下降的风险 同时它可以保留任何 万一利率上升的一个获利机会 这是选择权最大的一个好处 至于出售利率下限的卖方 它可以获得权利金的收入 但它必须要承担利率的风险 以下我们用这个表格来说明利率下限契约 它的内容 一样的我们利率下限这个合约 我们也假设是两年 然后市场的利率是以六个月的Libre 为基准这样子 那履约利率Flow Rate 我们把它定义为7% 就表示市场利率万一低于7%的时候 就要由卖出利率下限的银行 这个卖方补仓差额的部分 明目本金也是假设为1000万美金 那权利金是明目本金的0.25% 交易日是99年6月15日 那通常每半年交割一次 所以交割日分别在6月15号 跟12月15号这一天 假如12月15号这天 市场上的Libre上升为8% 因为它已经高于履约利率 Flow Rate 7%了 所以买方不会履行这个利率下限契约 那买方这时候收到的利息收益是8% 减掉0.25% 各位要记得 因为下限通常是一个存款 所以8%对它是个收益 它要扣除掉这个购买利率下限的权利金 算是它的一个成本 所以是要用减的 所以它真正的利息收入仅有7.75%而已 那假如呢 12月15号市场的利率呢 Libre rate变成6% 低于的履约利率Flow Rate 7%了 这时候买方就会履行它的利率下限契约 这时候买方会收到的利息收益 是7%减掉0.25%等于6.75% 当这个投资人买了这个利率下限的话 其实它最低最低的投资收益就是锁定在6.75%了 那买方可以要求卖方支付 美金1000万乘上7%减6%的差距 再乘上360分之182 然后等于50556这样子 这个交易里面 卖方最高的收益是权利金1000万去乘上0.25% 所以等于25000 一年这样 那在利率下跌的时候 它就风险无限了这样 接着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顾客化的选择权契约 叫利率上下限 那它的定义是买入一个利率上限 同时又卖出一个利率下限这样的操作 或者你也可以做卖出利率上限 又同时买入一个利率下限的操作 这样子你就可以形成的一个利率的这个范围的限定 利率上下限的一个买方 它铺路的利率风险 其实就会限定在这个利率上下限 这样的一个中间这样子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带各位来看它的一个例子这样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假设甲是浮动利率的借款人 乙是贷款银行 那这个甲从乙这边买入一个利率上限契约 为了减少权利金支出 同时甲又对以卖出一个利率下限 那这样的利率上下限 因为你买入一个利率上限 就会让这个假借款人利率上升的风险有一个保障 同时它卖出一个利率下限 它可以得到权利金 这个权利金就是用来抵消买入利率上限的部分权利金 通常这个是可以降低你的权利金的支出成本 但是因为你卖出了利率下限 所以你等于放弃了利率下降的获利机会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就是利率选择权 在财务上的应用 首先我们看在负债面的管理 风险是在于浮动利率的利息支付 因此购买利率上限 可以把浮动利率的负债 转换成有固定的利率上限的负债 在资产面的管理 风险在于浮动利率的利息收入 因此购买利率下限 可以把浮动利率的资产 转换成有固定的利率下限的资产 假如利率上限跟利率下限 两者一并使用的话 就是买利率上限同时卖利率下限 或者是相反的做法 就可以形成一个利率的范围限定 这个称为利率上下限的一个合约 接着我们要跟各位看第三个重点 就是外汇选择权的契约规格 目前外汇选择权在交易所集中市场 或者是店头市场都有交易 其中的费城股票交易所 简称PHLX 是目前美国最大的外汇选择权交易所 这个交易所在1982年 推出了外汇选择权商品后 外汇选择权的交易量就不断地成长 而同时间来讲 电头市场的交易是由商业银行提供一些非标准化的外汇选择权 也有在交易 不过电头市场的外汇选择权交易量大概是交易所的四倍左右 不论是集中市场或者是电头市场 外汇选择权的交易 它的一个币别 我们发现都集中在少数几种货币 另外像台湾在民国86年5月 也开放了新台币的外汇选择权的交易 这种选择权已经变成是国内厂商 除了远期外汇以外的另外一种避险的管道了 接着我们来看外汇选择权的定义 它是一种外汇价格的衍生性契约 买方有权利在未来一段期间 那这是美式选择权 或未来某一特定日期是欧式选择权 以事先议定的履约汇率 比如像加拿大币一块钱等于美金0.7 像外汇选择权的卖方 买进或卖出事先约定数量的某一个通货 比如在Philadelphia交易所里面 加币的选择权契约 它的单位数量是1万加币 倘若履约的价格是CAD1块钱等于美金0.7的话 那就表示买方到期可以用7000块美元 买进1万加币 如果市场上这个市场的一个加币行情 上升到超过0.7以上的水准的时候 买方他会去执行这个买权 反之假如这个加币这个贬值 贬值到低于0.7美元以下的水准 那买方就会放弃这个买权了 那因为通货交易是以一种货币买卖 另外一种货币 因此假如我们以美元买入英镑的买权的话 到期交割的时候 买权的买方支付美元 他会收进英镑 卖方等于支付英镑收进美元 所以这相当于对英镑卖出美元的卖权 到期交割的时候 卖权的买方支付美元收进英镑 那卖方会相反 就是支付英镑收进美元 比如说美国进口商买进英镑的买权 美元的卖权 那这时候美国的出口商 就是买进英镑的卖权 美元的买权 下面的表格就是费城股票交易所的 标准化的外汇选择权的契约规格了 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个是交易的标利资产 目前在菲勒达菲挂牌交易的 标准化外汇选择权契约 除了各位现在看到的六种以外 有澳币英镑加币欧元日元瑞士法郎 其实还有墨西哥的PISO 还有纽币挪威克郎 南非的兰特 还有瑞典的克郎等 11种货币对美元的汇率 这些外汇选择权都是以欧式的履约方式为主 那至于各位看到 第二个是那个单位的契约数量 就是所谓的契约规格 它会因为货币种类不同而有不同 比如说澳币英镑加币欧元瑞士法郎 它都是以一口就是一万 那只有日元呢 它是比较高一点 是一百万 至于像七月的月份来讲 包含了两个禁月 还有四个季月 履约价格区间的话 Philadelphia对美元的外汇选择权的履约价格 是以每单位外币 可以兑换多少每分的方式来表示 所以比如加币的买权 它的履约价格是55每分的话 就代表选择权的买方 可以用0.55的美元买进一加币 既得是采食物的交割方式 那履约价格区间 是以当时的集齐汇率水准为基准 取上下某一个区间来定定履约的价格 比如说像加币的近月份的选择权契约 它的履约价格的区间角是0.5每分 那季月就是1每分 那这就是它一个最小跳动的一个兼具这样子 那至于权利金报价 它也有最小的变动幅度这样子 Philadelphia对美元的外汇选择权的权利金 是以每单位的外币可以兑换多少每分的方式来表示 那既得一点是代表0.01美元 所以假如加币买权的权利金是2.13每分的话 那代表投资人购买一口 加币要支付213美元的权利金代价 各位有刚刚看到是乘上100 所以就可以得到213 接着我们来看外汇选择权在财务上的一个应用 那跟股价指数选择权的功能一样 外汇选择权也具有规避汇率风险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规避或有资产或负债的汇率风险 针对国际间的工程招标或者是公司债的招标 那它本身呢可能竞标的人很多 到底能不能得标没有100%的把握 所以就有或有资产或负债 那这样子的一个汇率风险 我们就可以用外汇选择权来规避它了 第二个进口商可以买入美元的买权 新台币的卖权 那某个进口商未来三个月后 要需要支付1000万美元的货款 因为担心台币贬值美元升值 会让它的成本提高 它就可以预先跟银行买入三个月的远期 美元的买权新台币的卖权 假设呢 它的集齐汇率是31.5 履月的汇率是32.8 那三个月后到期的市场汇率 假如呢真的贬到33.5的话 选择权的买方就执行美元的买权 那假如市场的汇率呢 是只有32的话 买权没有价值 买方不执行美元的买权 就放弃它了 第三个 同样出口商也可以买入美元的卖权 台币的一个买权这样子 那当出口商未来会有收入的时候 他担心美元贬值 所以他就可以买入三个月的美元卖权 台币的买权 那例子就跟刚刚是相反的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次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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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